就是目前我们可能在微信上我们也有看到 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冲突 特别体现在宗教问题这个方面 那么在我们的学校当中 教师 学生 性教现象普遍存在 所以党 国家以及政府部门 要做好正确的引导 抵制 指质 杜绝 所以10月5日 国务院将派小组到浙江省督查 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9月25日到30日 浙江省要到温州进行预查 那么他当时也提出我们陆城区是必查 陆城区必查 我们藤桥当时在几年前 因为这个这方面的事情也是查过的 所以他说我们乡政 藤桥政要特别引起重视 所以市区两级在今天已经开始到各阶政进行检查 第一个检查是由那种挂政的宗教场所 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到这种场所当中询问 这些场所当中的教职人员是否有我们教师 我们的在职人员 那么我们如果导师们有这方面的 那么你要做好相应的措施 还有一部分我们的导师是信徒骨干 甚至是场所的负责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安保科还特地嘱咐的 就是一些私人的传教点 也就是说他还不是那种很正式的私人的传教点 那么他在10月5号之 就是今天开始到10月5号之前 都将有公安人员蹲点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所以要求我们学校要怎么样做 第一步 学校不传教 教师不受教 不社教 学生不信教 第一个 校园内不准出现宗教内容 教师包括我们临时代课的人员 不得向学生传授宗教内容 教师本人更不得信教传教 学校